生活不易 Ivy叹气 来吧 它在我嘴里融合 我现在不能呼吸 等一下 别说 这个蓝纹就没有刚刚的臭味了 只剩香 我要打开蓝纹的新世界大门了嘛 蓝纹真香 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欠是要还的 答应你们的知识配葡萄酒来了 请收下 我现在是个疯狂的知识爱好者 那以前没接触知识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知识就只有一种 就是必胜克披萨上拉丝的那些 一种知识我才发现知识原来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 这样子的 当然还有这样子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就来聊聊知识是怎么制作的 有什么不同的类型 以及给大家推荐几款我自己很喜欢吃的知识 不同的知识又该搭配什么样的葡萄酒呢 最后还有你们非要我买的烂文知识识识 你们这群魔鬼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分联走起 那知识是怎么制作呢 原料可以用到山羊奶或者水牛奶 经过高温煮沸消毒之后 加入微生物凝乳酶 那以前没有发明微生物凝乳酶的时候 很多知识工坊就是用动物的胃 把它切碎了之后 混进牛乳里面进行凝固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恶心 但是现在很多欧洲的原始工坊 还是用这个工艺去做他们的知识 可能味道就会有一点点更加的复杂吧 凝乳酶会帮助排出乳清 乳清就是那种高蛋白 但是没有脂肪的 我们喝了很多运动饮料里面就富含乳清 剩下的原奶跟脂肪呢 就会进行塑形和凝固 加入盐或者不同的酶菌去熟成 就得到我们现在吃的知识啦 那知识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 熟成知识和未熟成知识 今天第一款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 未熟成的用水牛奶做的 意大利马苏里拉蒙扎拉拉 这款知识的特点它是未经过任何的霉菌 而且呢它的水分和脂肪都比较高 所以你买来之后呢要趁新鲜吃 我今天买的这种呢 它是泡在盐水里面的 不知道带来看看 它是泡在这种高浓度盐水里面的 所以呢它还可以放久一点 你在市面上买的比较多的 应该是干的马苏里拉 诶朋友们我们平时吃的披萨 上面拉丝的知识就是这种 因为马苏里拉它比较偏奶香和咸香型 所以在搭配葡萄酒的时候 我建议挑一些不经过橡木桶 酸度比较偏中 果味呢偏淡 就比如说那些冷气候产区出来的风味 青苹果柠檬 所以今天根据我说的那些葡萄酒特点 我选了一瓶意大利的Pinot Glee酒灰皮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之前去爱的城堡路的那期葡萄 就那一次 我听了那个意大利小哥的英语口音之后 现在跟任何意大利有关的英语 我都想用意大利的方式给它表达出来 Pinot Glee酒 Monterella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灰皮膜如何 灰皮膜它是偏淡 一般是不经过橡木桶 我觉得灰皮膜对我来说 很多产区他们都是非常相像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 马苏里拉来搭配这个意大利的灰皮膜 它这种灰皮膜比较偏青柠檬 柠檬跟青苹果这样的果味 酸度偏中就特别适合来搭配这种 内香内香Q弹Q弹的汁 谢谢 它是瞬间融化在我的口里面 都不用咀嚼 而且是一点点的咸味 有很多芝士是太咸 但这是清甜的咸 它让你觉得口感特别清爽的同时 你能吃到很多果味 而且呢 灰皮膜又不会掩盖这个马苏里拉的清甜 它好吃了朋友们 这个单吃最好吃了 很多人呢 可能会把它放在饼干上吃 但是这是我不建议的 饼干的作用只是让你在换酒的时候 清一下你的口腔 但它的作用不是来搭配芝士 芝士最正宗的吃法就是干吃 这个搭配大家在家都试一下 那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芝士搭配葡萄酒的 小秘诀 你要看那个芝士的产地是哪里 去搭配这个芝士同样产地的葡萄酒 准是没错的 意大利的马苏里拉芝士 去搭配意大利的灰皮膜葡萄酒 就非常的大 因为有一句话说 What grows together goes together 如果两种东西生长的地方非常相近的话 它搭配起来也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 以前呢 我总以为芝士是一种小吃 是我们平时喝酒吃的那种小鳞嘴 可是前几天我在油馆上看到一个法国博主 他说芝士呢 其实是一道硬菜在他们法国 这道菜是处于主菜跟甜品之间 我就感叹法国人真的是讲究也特别能吃 你能想象自己吃了一块牛排之后 再来吃一大块芝士吗 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几款熟成芝士 熟成芝士呢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成 跟葡萄的成年概念是一样的 它的特点呢是水分比较少 有经过黴菌熟成呢 它会有一点坚果香咸香味 没有太多的像新鲜奶酪的奶香 熟成时间越久 它的味道层次就会更加的丰富 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二款芝士 就是我自己最爱拿来配白葡萄酒的芝士 叫做Mountain 就是这一块大东西 大家能看到它表面的这一层 其实是白黴菌 它这种白黴菌会给这种芝士带来一点 干松露的味道 而且黴菌发酵了之后 会让里面的芝士有一种奶油的质地跟口感 我建议这种芝士你要吃之前 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至少30分钟 让它放一放 暖一暖 那这种芝士的吃法是要把它切开 有些人说外面的这一层是不能吃的 但我觉得其实问题不大 这些都是有益菌 就味道不是特别的好 我自己喜欢吃的方式是把外面这一层切掉 今天这一款软芝士叫Mountain 是来自Napa附近的一个海边城市 也是我经常会去爬山的一个地方 如果大家想看 我以后可以给你们录一个爬山Vlog 已经软了 我拿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没 这些已经是软软的 那因为这一款的产地是Napa附近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款Napa的霞多莉 前面说什么 Well girls together, girls together 那我选这款霞多莉的原因呢 它的味道是比之前的灰皮末更加丰富 不只是有柠檬、青苹果 它还有一点离子和矿物质的味道 那这个矿物质的味道 就跟这个甘松露味道的芝士 特别的和谐 我再试试 这两天天气特别热Napa 喝白葡萄酒最好的 我们来试试 它比刚刚那的马苏里拉咸很多 有一丢丢奶香 但是更加的咸香 包括有一小小的苦 像我刚刚讲的那甘松露的味道 非常的传 在嘴里都是那种奶油的口感 奶油黄油的口感 嗯 太好吃了 太咸了 我们来试下搭配的酒 哇 它跟酒搭配了之后 没有我一开始喝的那种高酸度 酸度变得柔和了之外 我尝到了更加多的果味 这其实就是一个搭配的艺术 让这酒更加的顺和 而且我刚刚不是说这个芝士 丹丝有点苦 配了酒之后 它就一点都不苦 好吃 第三款芝士 是我要隆重介绍的 叫做 Lim Chopper 这中文要怎么翻译 Lim Chopper 羊羊脚碎鸡 怎么听起来那么的暴力 看过我在母书直播 开酒柜的小酒鬼 就知道我家里的藏酒 一半都是黑皮诺 那么我为了找一款能 省搭黑皮诺的知识 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采了多少雷才 找到了这一款Lim Chopper 现在无私的推荐给你们 这款Lim Chopper 来自荷兰 属于高达芝士的一种 它是经过三到六个月的收成期 用山羊奶制成的 前面这两款都是用水牛奶 那么高达芝士呢 它是其实来自于荷兰的一个正教 高达整额德里 你可以看到外面这一层 其实是胶 你们吃的时候 是要把它给剥下来的 它的外皮就会呈现这样的橙色 如果你熟成期月久 我见过那种熟成期是一年的 它的外皮就完全是黑色 切开 我换刀了朋友们 不要再吐槽我没换刀换杯 我会喜欢把外面这一个硬硬的切掉 芝士里面 这款芝士的特点 就是有一种坚果 有一种盐炒坚果的味道 而且它还带一点点柑橘的水果 就那种橙皮偏咸香 杏仁味特别的重 但它的味道并不是说 特别重的那种芝士味 所以它能跟黑皮诺这种口味 比较泛的葡萄酒搭配的很好 就不会喧宾夺主 两个人是门刚部队的一个口味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皮诺 哇 这款芝士 它有很多的果香跟花香 我是能闻到很多像玫瑰花 紫罗兰 薰衣草这样的味道 再来搭配这支芝士 盐炒栗子 盐炒杏仁 虽说这个黑皮诺里面有一点点的丹宁 但是配上了芝士之后 丹宁就几乎是没有 整个就在你的嘴里这样溜进去 太棒了 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到荷兰的这一款 lamb chopper的话 一定要试试拿去搭配黑皮诺 相信我准备做 最后蓝纹芝士 你们是不是等了很久 终于看到 你们这群魔鬼 我不吃蓝纹芝士的呀 哎呀 这个时候 还有三连 叮叮叮 那蓝纹芝士这个蓝纹是怎么回事呢 它其实就是由青霉菌熟成 而且它是由梨往外 所以会吃的人他们说中间这个部分 就是最好吃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蓝纹芝士的味道怪怪的 对我来说 它不只是有点怪怪的 是非常的怪 这些青霉菌就会让 是不是切太多了 这青霉菌就会让这个蓝纹芝士有一点臭臭的汽油的 臭豆腐的味道 我现在整个家里都是蓝纹芝士的味道 那这个搭配葡萄酒就没有什么秘诀了 找你家里葡萄酒口味最重的那一款 今天我选的是用赤霞猪来搭配蓝纹 生活不易爱比叹气 来吧 它在我嘴里融呼呼呼 有点辣又辣又咸 等一下 还有股 还有一股 立心的味 我现在不能呼吸 等一下 我鸡皮疙瘩都起了 不行 不是 等一下 我觉得我找的这一款还不够重口味 我现在整个口腔里都是蓝纹的味道 上脑真的特别的精神 我受不了了 大家可以在家搭配不只是吃虾 加住希腊或者小希腊这种重口味的葡萄品种也可以 你们这只魔鬼 我感觉我的呼吸都是臭的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像这样的喝酒吃播给我抠满厅的 我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美酒跟美食搭配的小技巧 我现在嘴里都是蓝纹的味道 我要去洗个澡 我要去刷牙了 再见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三年我们下期再见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想不到吧 你们肯定会说蓝纹配赤霞猪怎么够呢 不是听说甜酒配蓝纹知识很搭吗 就是想看我双重打击对不对 我满足你们 来 我今天选的是一个我们之前去加拿大酒庄路vlog的时候买的冰酒 甜酒配蓝纹 我 我觉得我来玩都吃出 我都吃了流鼻涕 来吧 试试 诶别说了 这甜酒它很重蜂蜜跟杏子的味道 这个蓝纹就没有刚刚的臭味了 只剩香跟咸 天呐 好打开蓝纹的新世界大门了嘛 蓝纹真香 蓝纹真香